哦 鱼刀来了 鱼刀直行城 哦 这他妈的太刺激 这场是小课的钓鱼刀 哎 巴舌卡重现江湖兄对吗 巴舌卡好久没见了吧 哎 这巴舌卡 对不对 你看叶子不管了 开场直接点 叶子是不跟你哈弄了 巴舌卡是不是好久不见了 就为了巴舌卡 以前啊 经常看到巴舌卡的对吧 音阵小课狐刀破血点啥 但是并没有点成功 对吧 开场就点 一波耐联应该是直接压制对面大堂 上额有报打了4000 这把我上额很高 好 这里对面也有伤 两边差不多 这边耐联神呦 那么一栋服 大堂可能不一定站得住 果然2000直接被呼吸 虽然龙宫没有住 但是小鼠王同样也没有挂住 主战方这边龙宫被漂 大堂第一回合选择了破血点 那么第二 没有 对吧 还可以要点的话 还可以继续点了 又是这意思的 要点还可以继续点 好 这某个上来 和尚用的巴扯卡刷 以前经常很多这种巴扯卡的 防地府毒啊 然后地府没有单位可毒 能拉 点灯 凝刺给了对面法系抢 法系的一个速度 好 刘云宁致一直 刘云的大堂 继续稳固大堂的一个速度 对战方是神马开场 对吗 对战方是神马开场 九番清廉 继续来防 大堂先补野兽 辅助状态加一加 法系先利盾 上个有报再货 回春顶上 那么主战方这边一波那连的话 可能还会去压制对面石头领 对战方石头领 野兽补完了 但是有九番清廉的效果不太能够压得住 要看运气了 还是都贴了 两百 还有一只 再来两百七 还连 两百 没有出套装 还有一只 都是奈连 一只删了四只奈连 但是还是没有压住 奈连虽多但是 九番清廉 对面大堂 是吧 对帽 没有压住 打大堂就是要压他尸体 把他尸体压住了 大堂点杀的一个刺激会比较少 那么主战方这回合前期选择了去点杀 把虎头跟着破架 灵动还没有打 这回合大概率还会去打打状态 冷定大金 放下一下 虎头大狼伤害太高 要放下 灵动 龙公要可能卷了 龙公可能直接卷起 那么这波 那么这一波的那个 这一波的 白宝我抓掉了 这一波的奈连啊 呃就基本上要送 基本上要送 秒10 秒10 对面发现了一顿 防了一点 可以再把双珠金的两顿 也是可以抵挡一下你这把干将 那么这波奈连就送了 节奏会很差 前置的节奏会比较差 因为奈连宝宝啊 血量比较少 攻击比较高 比较容易被轻 那么奈连被清光了之后 要招宠啊 这回合主战方这边 大堂没有宝宝 对战方倒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点杀契机 女儿金星防小死亡啊 对战方无魂 没有点 虽然 对不对 虽然 我有盾 但是也要防防你的干将大堂 破甲 直接扫 直接扫 大堂的速度 哇塞光速大堂 这他妈李子叶啊 光速大堂李子叶重返 CK台 对吧 小鼠没中啊 这速度比地府还快 这个他妈的 真的就是光速大堂李子叶 真的 上来说是配的就是说不会比地府快 但是巫魂顶死的话 总比小鼠王好一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舒服 总归也难受的对吧 起来万一舔个巫魂 那就更 更运营了 运营了 少赛 再不留营 留营的对面法系 要抢这个物理输出的一个速度 国标对决就是如此 得速度的得天下 物理速度 法系速度 甚至风系速度 都得拿得到 罗汉了之后卷过去就比较 马带 还好宝宝神了 宝宝神了能 解决时候还好一点 你宝宝一只飞的话 你这啥子 一千 清掉一只三 不好意思 好 拉西大堂 那连打宝宝也不是打得动 干脆呼大堂算了 来个大死王 惊喜有没有 又中误火了 诶 平坎 不是误火 我以为是误火的 平坎的对面的一号 只能都不起 只能都不起 很高 很高 明命能打国标吗 明命 太难了 明命不太会打 吃饱解毒 解无魂 没解掉 打国标代两个吃饱你真是 怪力有点少 因为国标地府有毒的 你们知道吗 国标地府有毒哦 他七宝默认是先解毒的 对吧 默认先解毒的 这把又中午火了 你看 他两个七宝解不掉 你这节奏不是太差了吗 太难受了 这节奏 第五进去 点不进去 带三个七宝 至少带三个七宝 两个就 哦 宝宝是狂神 这两只那年是疯狂神 顶了一个子星 大堂防御 防点 因为干枪是最后一回合 所以说防点也是正常 谁知道中午火了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打国标啊 你这因为 对面肯定有国地府的情况下 带七把带多多一点的 要不然这屋根解不掉 默认先解数的最快单位的毒了 好 封印 命中 小死亡 敌人伐心 破甲也跟了 叶子是真的 每一回合 对吧 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就点杀 后来要保护 2300 2800 这伤害是非常高 因阵小克 也足够伤害 直接空切了 看见没 空切王 波兰 大弹 我说这个打方速度也快啊 也是出了死亡法防神马之后速度超快 流云了 出了死亡法防比对面普多还快 但是遇到那边是 先清理奈莲 也不知道继续输出 第七回合 对战王出了两只法防 三宝 三宝 没有高反正啊 这不好 质量不行啊 清掉一场 但是对面法系的法防是出来了 主要没法系不好 质情 主要没法系不好 质情 是吧 那时候打什么普头地府双龙钩的 打泰克电眼还要是打神 主要的 敌视 网 ARX 这奈莲是这么凶的吗 局势一片大好兄弟们 局势一片大好 现眼执行城这边局势一边大 大脑又被叶子打 狂攻的不管了 疯狂的冲刺 小死亡是没有中 中了小死亡五个局导就没了 这把孤魂挂出去你咋办 对不对 好 相思寒珍 不让你地府去用灵宝 不让你孤魂 亡量追魂 地府立正 没有动 大脑拉起来星际魂远伞 龙宫继续全秒 1600 卷死了之间 没有去出宝宝 宝宝又省了 这宝伤害非常的高 慢速宝宝拉龙蝇被主战方 被耐联手持 所以说对面是高速拉的 但是被龙弓卷死了 也没慢 地府出宠 没看到 那么这回合有相思寒珍在 不能使用灵宝 然后不能孤 不能孤 对面补夺有指人 这时候补夺很怕被点 拉起来可能直接要收灯傻的射魂 点女儿 破甲直接跟 大死亡 躲一躲命中率 对战方接了一把罗汉 回来回速吃了一下 主战方这边 好 点女儿 2000开刀 2700 4700 5700 我操 这伤害你妈 顶了射魂 女儿被点 愤怒清空 也不亏 卷对面宝宝神 你看这时候五个宝宝 全部能卷到 你不知道吗 主要是主持人 便考虑到有耐眠 所以说 想去尝试点一下 但是不适合 恒有话点 不死吧 这宝宝被清 那么女儿这回合 点死了之后 下回合只要控制 你的普陀就可以了 这回合主持人 往这边女儿 不出宠 也可以控制普陀 对吧 不让你普陀 拉马戏 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零和R7这回合可能要点了 可能要点祖战 这边龙弓 反点一把 好 锁活命果 顾活命果 来了 延长一下 女儿出孩子 魔镜激发的孩子 增加大糖的一个伤害 没有风不脱 主要是 可以直接孤 因为对面女儿死了嘛 可以直接顾魂 小鼠王点大糖 但是没中 这张肯定要点 不点就 特别难受 这个时候 点女儿就是为了 为了防止下回合 也不用防止 他11回合 其实对吧 灵源也不够了 对面女儿的那个 灵源您用掉 拉近女儿 压力回合大糖 叶子打 叶子打 这边是用了五情之化 五情之化的一个经脉 五情之化也可以防小死 因为没有波兰 所以防点方面可能 就是硬性的用五情之化 去防你小死亡 没有去用波兰宝 或者这种情况 好 碎于弄影 大招控普陀 命中 小死亡直接挂 很生猛 孩子拉到糖 长驱 巨星 应该是巨星 巨星 仓虫巨星 长驱了 没有用巨星 女儿死 我吃了你 太难受了 吃个单位 卷到宝宝 对吧 你宝宝站不住啊 遇到宝站不住 没罗汉 这时候随便空了 地幅速度也比对面快 幅度速度都拿到了 对吧 这阴震幅度速度都拿到了 你速度也比对面快 罗汉随便空 空完罗汉 狂干你 龙弓卷又完了嘛 没多大花装 大堂有速度 我们可以直接巨箭 巨箭背和龙弓全秒 点对面物理师就行了 封印大堂 小死王点大堂 巨箭点 应该是 应该是巨箭点 空分路 分路肯定是要空 对吧 顶着大镜 火焰闪赶紧踩起来 对面皮头 两个 很少了 其实不用很少 巨箭也要 巨箭也要直接切了 宝宝站不住 没罗汉 你看2800 2800 卷地宝宝 无限飞 节奏很差了 这张不直接紧称 速度拿得比较到位 速度拿得比较到位 所以赢得也比较快 大家看以前不是很爱吃五龙吗 现在也不吃啊 这咋吃啊 狂吃五龙 不管就吃五龙 吃五龙又完了没 速度被拿到的这个PK就比较好打量 这些指挥都太会打国标了 真的太会打国标了 刚才打波罗才刺激呢 波罗那几把极限防点 卧槽太精髓了 指人龙弓 有指人的龙弓十天按防御对吧 波罗四宝宝贴 凡典里发泄 卧槽 那几把致命 致命 这个就很难追了 无间 选择一点直接扫就完了 这没了啊结束了 鞋上了 鞋上了 鞋下了 谢谢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